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我们节目主持人Larry 这一节的世界范围消息当然还是要跟进着阿富汗这边的报导 大家发觉阿富汗现在随着美国的撤军 未来的世界形势可能又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我们今天也做了一节给大家跟进一下 我亦都会关心美国海军的全球布局 我们上一节也说到美国是一个海权的国家 所以他反正在陆地上要他做长期部署防守 其实真的不是他们那一份 所以大家就不能期待美国在这些地方可以改造太多了 始终集中它的强项在海空优势更加好 你说美国知不知?美国当然知道了 所以如果解决了这些道德责任加锁之后 其实抽身出来对美军更好 尤其是军队的东西 你不是这里就那里了 可以抽出来中东 抽出来欧洲战场之后 就可以摆放投放在更有用的战场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想说的是 第七艰队似乎可能会得益于今次撤军部署 说到第七艰队大家知道 其实他们都是捉坎见爪的 军舰就不够了 经常性连驱逐艦之前 大家有留意 几年前 大概四五年前 军舰会相撞 例如在日本 菲律宾这样的情况 当时也归咎于训练太密 搞到船员休息也不足 现在要强制他们睡眠 以及真的要调动多些部队 过来西太平洋这边 军舰紧张对美国来说 之前说要做3550军舰 或者1plus 你见对美国来说 现在发展无人军舰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始终人手本身已经在吃 有些dirty work 又不需要每次都要有人战舰去做 我们再说回 如果未来在阿富汗这边撤军之后 其实整个世界的形势 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相当微妙的变化 好,我们开始说 当然我们又说回阿富汗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看法 又将它和1975年的西贡时刻比较 我的看法 反而更像是邓扣克的时刻 意思是什么呢? 反而是如何疏散 这些人撤退一些对盟军曾经有帮助协助的人更好 所以这个是不是sigun moment 这个就很难说 但是不同的军事分析家都会认为 拜登今次做得不太好 撤军的决定未必是不好 但是他撤军的时机和部署做得相当不好 我们看到很多军机不停过来 不停起飞 起飞降落等等的位置 也有说过土耳其似乎会派出一些军队帮忙 做一些撤离 我想今次阿富汗 我们说塔利班变天的位置 其他中亚各国的反应都不一样 我觉得其中一个对他们的形势都挺不妙的就是伊朗 当然伊朗大家明白 伊朗本身走一些很硬正的十叶派主义 偏偏你发觉这边的塔利班走迅尼派 还要是原教旨主义那只 所以他们两个撞到走一走 以往入波斯帝国开始已经结怨了 波斯帝国他们一掌权 基本上都会打阿富汗在这边的山区 所以你看到 如果不算现代国界来说 他们可能是一体 所以你会看到伊朗和塔利班 无论宗教上还是政治上 他们都是带点仇厚的 大家双方的关系都很麻烦 之前我们说的塔利班掌权 即是九几年至零几年那段 其实跟伊朗关系都不好 亦会有兵庸相见的时刻 所以我们会观察 宗教上带来在伊斯兰世界里 是一个很大的纷争 究竟他们双方的那种斗争会去到哪里 很难说 不过我们会观察到 现在阿富汗会有些难民 可能都会逃难 四出逃产 有些地方 例如他们可以去巴基斯坦 他们可以去塔吉克 乌兹别塔 土库曼 当然伊朗也可以是其中一个选择 因为伊朗本身都是属于伊斯兰国家 虽然他们的派系不太一样 但我们的观察 其实你看到伊朗和阿富汗 理论上现在边境未必会太宁静 伊朗也需要一派一定的兵力 阵守着阿富汗的边境 以防我们作劣 大家要留意中亚的地区 为何如此复杂的形势 因为他们的边界其实不是很definite 即是那些边界 因为附近都是山区 所以说 游击队说过就过 你也没有有效的偵察手段去抓他们 例如说 你会不会像美国的无人机 就可以派出无人机去拦截一些 你知道这些国家会没有 不要说伊朗 阿富汗一定没有 伊朗都还好 可能还有少少无人机 但不是这样用 用在浪费的地方 所以你会看到 美国和墨西哥 但老实到现在 那边境都是说过来就过来 何况这些山区 所以被对方滲透入来 其实也是相当正常的事情 所以你又明白到 中亚的形势相当复杂 对他们的国防边境 也构成一个威胁和揣扰 所以你说 在塔利班反而有力 牵制着伊朗部分的军力 所以是否因为这样 美国看通看透 看到在中亚的形势 放生了阿富汗 反而弄到附近几个大国 其中一个就是伊朗 你不要说是伊朗 好以期看到你这些位置 都要小心 另外有这样说 俄罗斯都要谨慎 应对阿富汗的形势 有几个卫星国 即是前索联的加盟国 都在那附近 我们都说了很多次 所以就是俄罗斯 伊朗这两个地区大国 都要看着阿富汗的形势 中国其实都不能够置身事外 因为有个雅虾走廊 一条很窄很幼的地方 连接着新疆 也有机会被他看着 那边界是否真的 好像胡总说的 手到墨不透风 是很难说的 所以我们也要观察 阿富汗会不会成为 恐怖主义输出的地方 所以在边界上 我们观察 其实对中东来说 会带来麻烦 但某程度上 又为美国抽身 一个相当好的理由 另外巴基斯坦 对着阿富汗这边 很难说了 因为巴基斯坦理论上 塔利班和巴基斯坦 这边西线 对巴基斯坦来说 国防可能会好少少 会舒服少少 阿富汗之前的政府 跟巴基斯坦 是好一半的 而也有美军在 巴基斯坦有时 都感觉 如芒在背 所以美军撤走了 巴基斯坦可能会觉得 轻松一点 但是大家都不要忘记 巴基斯坦里面 其实也有塔利班 我们叫做巴塔 巴塔 其实对中国 巴基斯坦 不是太友好 所以上一次 就是我们说 达蘇水坝 其实他们都是普什图人 普什图族人 其实巴基斯坦属于第二个大族 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们也不想巴基斯坦 政府军那边的势力 是防波发展的 你弄好水坝 你有电力 你会防波发展 就是阻止我 所以我要打你 所以大家看到 普什图族人 和中国是否真的这么朋友 那当然 一个民族 两个国家的时候 他们对待 外奔的态度 都可以不同 所以我们说到 就是巴基斯坦里面的普什图族 或者我们经常说 巴塔 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如何 巴基斯坦政府 都未必能够左右 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都说 中国和塔利班 阿富汗建交 和巴基斯坦建交 其实凡是和这种山区 民族 这些位置 因为他们的捕捉众多 政治利益交错 如果不小心处理 好着火要小心 Anyway 我们说回 现在美国 其实我不可以说 它是愚人 但是现在事实上 切了它之后 真的对美国航母的分布 可能更加美 我们先看看 现在美国航母的分布位置 这张图片是不更新的 不过想给大家一个概念 了解美国如何布置 他们的航母舰 理论上美国的报纸 航母舰 你发觉美国总统 每一次都是 凡是有什么事情 就会先问他们的参谋会议 或联席参谋会议 问他们 喂 我们的航母舰在哪里 有便出击 即是去做攻击 所以大家明白到 美国是一个海权 即是空权的国家 可以看到 通常的部署就是 东岸会有一支 西岸会有一支 然后就会在 亚太地区以往 例如列根号 之前就是华盛顿号 他们都会驻扎在 横水河军港 即是日本那边 这个就是第七艦队的母港 然后第七艦队会派一支 的艦队 例如罗斯福号 属于美国第三艦队 过去第七艦队那边的情况 接着你会看到中东 或者我们说印度洋 这些位置通常就会买一支 你会观察到 例如离物资号 这些就会有一个 通常都会在中东 印度洋这些位置 接着如果我们说到去 第五艦队 就不一定经常会 第六艦队 即我们说 在地中海那边的位置 就不一定会布置 第四艦队在南尾 也不一定会布置 因为事实这些地方 冲突不太多 也不需要用到 航母船这种兵力 所以你会发现世界热点就差不多 一个就是中东 一个就是亚洲 所以两个热点 以往基本上 如果我们说美国的东岸 武港的舰队 他们主要serve 的地方 都是第五艦队 即我们说中东的位置 即大家看到 陶尼米兹号的位置 另外西岸那边主要 援助亚洲太平洋这边的战场 例如你见到 罗斯福号等等 所以你可以这样看 就是 现在这些艦队 基本上他们要应付 现在全球不同的位置 都是第五艦队和第七艦队 即我们说中东 和亚太这边的情况 以往我们看到 美国的艦队 其实大概长期都会有三艘队 都会需要做维修、休整等位置 所以大约可以拨出去 大约有六艘队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始终还有一艘队 就要驻扎在华水河 所以现在美国真正正正调动 通常都是九艘队 九艘队 他们都会有分布的位置 包括76号 我们说76号 列根号 列根号长驻华水河 因为华盛顿回到美国 76号还要顶替艾森浩威尔 大家知道艾森浩威尔 还要双泵 还要出来走到中东的位置 终于可以回到美国那边 就可以做优整 做大修的位置 相当可怜 他也有时间搞 但你会看到76号 自己也要撒到中东的位置 你看到西太平这边震控 所以其实凡是中东的位置都会牵扯到 世界上的航母的动向 我们都不要计前波斯湾战争的位置 就算到现在也是 但你发觉如果现在阿富汗那边撤军 因为其实我们说CVN76 过去最主要原因就是要协助掩护美军撤退阿富汗的情形 但你会看到 其实这边是CVN76 在今次撤军里面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又好像很边缘的角色 大家好像仿佛都忘了 那里有航空母艦 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你掩护一下政府军也好 你派一些军机去轰炸一下 有时攻击一下他们附近的地方也好 派B-52也可以 所以一切有时做得太迟 但anyway我们这样说 如果现在真的可以在中东地区撤出一点点 有机会整个布置都会产生一个相当微妙的变化 如果他们现在可以增兵 例如我们说西太平这边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先看一个point 一个point就是大家要看到近平之夜望 我以前也很久之前出过一集 大家知道近平同志 他的脑里面是想像着中国海军的复辟 怎样可以将中国海军踏上一层楼 在他心里面有三幅图 第一幅图固然是要称霸南海 我相信在他来说是第一阶段的战略 第一阶段战略成不成功 大家见仁见智 大家可以做判断 在南海里面来说 现在他们最常见的军力 其中一个就是他们的航空母船 航空母船在南海其实未必有用 因为不用触动到航空母船 东盟十国都脚软了 所以他们发展航空母船 其中一个用法是打台海 大家观察近平之夜网 其中一部分也会包括台湾的位置 但其实要在南海上做角力 大家发现和美军相遇都会有一定的困难 即是我们说到美军都让你居马 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空军基地驻扎 但因为有海洋霸权 即是我们说到航空母船的出现 其实都会有一定的阻滞 当然我们说到近平之夜网的第二步 就是说到印度洋的称霸 印度洋这边 当然中国很想派出他们的潜艇或者海军建设 当这个港口大家看到围着中国旗的位置 就是一些预备准备建设的中国海军基地 你发觉都是一条绳子垂着印度的位置 当然印度也不会再以代弊 印度也会在印度洋附近建设他们自己的基地犯包围 这也是中国第二个海洋走出去的战略 而第三个战略固然就是要走出西太平洋 大家看到这些岛链 一岛链、二岛链、三岛链都是美国精心为前苏联海军建设 但现在变成为中国建设的岛链 锁制着他们的海军 但当然中国的目标就是要走出这些岛链 最终突破了这三条岛链 就称霸西太平洋 这个就是当年习主席豪雨说 他们太平洋这么大应该可以用下两个国家 虽然说了这么说 习同志就有这三个愿望在一起 但你要发觉面对着美国现在重组 他们的艦队的规模似乎我们要观察 包括你看到现在美国航空母船有四大军港 一个大军港就是美国东岸的洛福克 另一个就是西岸 一个叫布林默顿的地方 一个就是圣地牙哥 最后一个就是横衰河 横衰河的就是CVN76 这个我们暂时不看 值得9手或者10手 因为加上CVN78 我说的福特河 加上就应该11手 现在东岸主要集中在东岸这边的军力 西岸这边有CVN68和71 70和72 当然这些航空母船 其实理论上他们是弹性部署的 不一定长期随属于某个军港 例如罗斯福号CVN71 他之前因为要接受改装 所以他现在短暂时间搬迁了母港 事由圣地牙哥搬上布林默顿 所以大家会观察到 现在布林默顿的站会有CVN71 CVN68都在这里 但大家也要注意 现在令细枝号和罗斯福号都会改装 接下来上面就很厉害了 可以放F35C上去 至于圣地牙哥 看到传统我们说的战神号 林默号都在这里 林默号原本是东岸的 但因为西岸的斯坦尼斯号 CVN74过去东岸那边 所以CVN72过来 而CVN72也改装了 所以上面又可以放F35 于是大家发觉 咦?这样计一计呢? 即是说西岸那四手 包括CVN72改装了 可以上面放F35C 即是我们再放F35C CVN72可以擠到一支 CVN68改装 只会来近西岸四支艦队都能放F35C 来到太平洋这边真的如虎添翼 但我们发觉东岸这边 刚才我们说过 东岸这边这六支可以组织的艦队 基本上他们的目标就是中东的地区 所以如果来近中东压力已经大减的情况下 是否真的可以再调配多一点点过来太平洋这边呢? 那变了由以往能够组织到的这四支核武艦里面 可能可以再增拨一手至两手 甚至乎可以过来西岸这边 令到它的部署更加松动了 当然我们会观察 例如69应该都会继续在东岸 75都会在东岸的位置 所以能够调动其中一个就是CVN73 我们说华盛顿土现在差不多出厂了 可能是下年甚至是后年都可以回出来的时候 大修出来固然是一架新船 所以战斗力都倍升 它有没有机会现在代替CVN76 过去横衰贺那边释放CVN76 释放CVN76 释放CVN76会不会就不归队回到东岸 直接过去西岸呢? 过去西岸的时候 可以有五手 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我觉得是highly likely 但是会不会东岸派两手过去呢? 又不会了 所以我们观察 起码都应该东西岸比较平衡 战力大家都各五手 其实已经好帮到手了 五手的情况之下 美国海军会相当之松动 松动的情况之下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这些了 双航母出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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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挺好用的 你发觉双航母一齐出动 这些情况有点像这样 你会看到卡尔文森和罗斯福号 就可以走马过来 列根号继续留守在这个位 可能列根号到时 就不是放在这个位 可能到时放在列根号 现在这个华衰贺军港的位置 就会由华盛顿号取代它 所以你会看到 总之在日本会驻扎一只 第七艦队过来西特洋就两只 某程度上 瘋你上来 三航母都可以一次过出击 但你会看到 经常性就会看到双航母 就不会弄到像现在 经常性在南海都是没有航母 当然你说南海没有航母 又不是真的那么惊青 你看到之前我们说 只是阿里巴阿级的驱逐舰 也会弄到对方列领号的編队 都很大问题的情况 所以我们观察有机会 这个程度是这样的 就会派出双航母 甚至乎会有这个 马金岛号 即是美金岛号 或者有其他F35B 的闪电航母 一起出击 西特洋上的 艦队的制空力量 打击力量相当之大 当然战神号 已经准备到西太平洋这边 所以这边这半年 大家会看到有F35 以及也会看到 伊利莎白旅王号 在附近 英国这边派出了 这个航母舰的編队之后 事实上令到西太平洋地区 可能的势力要再均衡 所以如果西太平洋有任何的战事 在海上来说 我们不要说打陆战 在海上来说 大家看到武力挥蝎的力量 其实是十分之大 所以我个人来说 我会觉得第七舰队来到 其实是有得益于阿富汗撤军的 所以我也是保持着我的verdict 觉得第七舰队 未来这两至三年的常态 可能会是一个双航母的姿势 再加上起码会有一艘两栖航母在附近游翼 例如我们说到 魅力坚号 甚至其他黄蜂级军艦 也有机会否够过来 在西太平洋这边 始终都是说 东线无战事的时候 西线这边 中国面对的压力可能更大 所以中国的外交空间 可能阿富汗有少少进展之余 又轮回东海南海 西太平洋这边的压力有斗争 好 这就是我们分析 第七舰队 将来会在西太平洋这边增兵 应对现在中国的威胁 大家可以帮忙看看广告 另外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patreon会员频道 40元不用支持到我们支持广东话军事文化的发展 大家发觉 你要听广东话军事的分析 够不够一集半集 讲一下兵器 讲一下形势就很少了 也是我们的台主要会做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包括课金可以恒生银行 PayMe和转数快 另外大家可以多点留言 like和share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作文题目寫 你可以说如果我是第七舰队 那会怎样呢? 我派三航母 我不派航母 我派阿里巴阿级 究竟你是第七舰队 你会怎样部署呢? 大家可以说一说 好,我是我们的节目主持Larry 我们在其他的世界防备消息再见 拜拜